讲起来有时候伤女人的心 没知道你说吧 朱女士做了什么 罗先生犹豫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 在两个人矛盾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更多互动更多学习幸福的功能陆续的上线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并且转发微信内容 还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的小礼品 好吧赶紧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关注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懂幸福的人 节目继续进行 买菜回来 这次吃这个早餐 早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夏天嘛 他用家里的那个烧开的那个开水 给我躺在这个背上 我住了一隔鱼的院 人都差一点死掉了 什么情况 他故意的吗 这个就是故意的 故意的 拿开水直接淋你了 给我躺了一隔鱼的院嘛 就为这个老年人的事情 是这样子的 他打我了以后打得那么惨 打了就是我头上我去捡他们 还是个轻微的脑震荡 第二天我睡觉了 我没起床 我们是县市里面开餐馆 我妈妈去检查她身体 碰到了 晚上就到我们家来就问 你们怎么回事 又打架了啊 我妈妈就问了一句 我妈妈就走了第二天早上 她说昨天老太婆来 把我吓死掉了 我就为这句话生气了 你把我打了以后 我起不来床了 还是老太婆来吧 你吓死掉 是啊 你妈妈的 你说这个点在哪里 你是生气她 我生气的就是说 她说这个老太婆 这个老太婆是我妈妈 她是痛苦让你不舒服 我对你爸爸怎么样 你还叫这个老太婆 你老太婆都叫不出来 然后呢 你就 然后我就想 我受气这么多年 她打我已经就说 过分都是四次 我还她一次 我想我还一次吧 这个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谁都帮不上 我自己来这 听她硬碰硬 我是打不过的 说实话 你只能用这种方式 去抱回她 我用这个方式 来提醒她一下 就是说 但是那一下 她住了越来越的院 差点一句都没有 住了14天 没有想过 这开水烫下去 会是什么后果 开水烫下去 我知道了 你不担心啊 担心啊 我之前她打我住个院的呀 我这个手都比她打骨子了 这个93年的时候 她就是这么多年嘛 她一次二次的 不知道谁悔改 只知道打别人 我想弄一下 她身上是怎么样感受 刘先生 这一回她想让你痛一下 这个我知道 都是为我们家老年人 产生的这个矛盾 虽然你打我 我打你 你不要拿老人家来做借口 她家里面的父母亲也不错啊 你当时心里怎么看啊 怎么想啊 当时我心里面嘛 男人嘛 该承担的就承担 不计较的 你计较什么 这个家里面的事情 自己能够把它印下去的 就印下去算了 自己的人 我自己错在全面 不可能的 刚才你都夸道了 说了你还不怨 他怨你了 他夸道说了嘛 说了14天 他都说了一不一 你跟我谈过了 我跟你讲过这个事情了吗 他有 他这个事之后 他有怪过你 或者说过你什么吗 有跟你吵架 跟你闹 后来我们基本上 都不怎么交流 冷战 你就那样交了他以后 他也什么都没说 没有 也没跟你吵 没有 那你怎么看呢 这男人怎么一下 我就是想 把他交醒一下吧 那你觉得他那一下 不跟你吵 不跟你闹是交醒了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是什么事 是什么事